8月8日是台湾的父亲节,台积艺人洗顺不断,早上有林郑宇晒出妻子的秃肚罩,确认Kimi要当哥哥了。 下午,曾传来唐智忠妻子小咪的生产消息,唐智忠三度当街,终于有了一个跟她性别相同的儿子。 唐智忠在报喜美国中写道,母子平安2860克,妈妈真伟大,感谢主,当天台湾风速地落过境台湾,都放假了, 唐智忠,恭喜唐智忠之女也感慨,你是风一般的男子,说不上你了。 小咪与唐智忠,2011年结婚,4年内,年生三胎,项如惊人。 虽然唐智忠找出老婆第三胎怀得少了一天,但真的报道了刚出生的女子,她脸上的激动和性质还是掩藏不住。 唐智忠也对妻子小咪深表感激,母亲最伟大,以后爸爸姐也要帮妈妈庆祝一下。 S月星跟周星,这样报道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